我今天約的網友在這裡 我們約好在 大橋頭站的站下面等 嘿 我千千啊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千千 我們現在正在岩山夜市 號稱大同屈人的趙咖 這也是我第一次來逛岩山夜市 這裡有非常多間獲得米其林 必比登的名店 身為一個第一次來的人 當然要通通給他吃過 我們今天挑的店家非常的厲害 因為有非常多間 不是 應該說每一間 它的留言數都破千 我們就一起來走去逛下去吧 走囉 開了嗎 走囉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間造丁呢 它非常的厲害 它這間連續 現在是第四年獲得米其林必比登的 而且重點是 它總共有2000多則的評分數 超級驚人的 然後我點它的高麗菜飯 跟它的排骨湯是它的經典 它原本其實只有賣這兩個品項 後來才有賣其他的小菜 小菜我是看著我們後面那一座的朋友 它的綜合小菜看起來很豐富 所以我就點了 阿嬤的味道 我來試試看沾醬油 它的味道其實沒有到非常的重 它是本身有一點點菜的甜味合在一起的 然後它飯口感其實偏軟 這要看個人的口感 我自己覺得清甜的味道 有點像古早味 再配上一點點它的辣椒醬油 我自己覺得滿搭 如果你本身的口味比較重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搭 我個人口味來 我比較喜歡粒粒分明的白飯 這個是排骨湯 舉起高麗菜飯 我更喜歡它的排骨湯 它的排骨湯是那種 因為它這有放很大塊的蘿蔔 它有那種蘿蔔的清甜味 跟大骨本身的甜味 然後口味上不會到太重 重點是你知道它的蘿蔔 它咬下去呢 是你一咬它就化開了 可是它不是那種 有點爛的那種口感 我覺得這一碗 很可以 然後你再拿這個排骨去沾它的辣椒醬油 完美 因為你知道切這麼大塊 真的會很怕它煮得不夠透 可是它煮得非常透之外 它的湯頭的味道也不夠 跟我們夥伴說它的小捲限量 我們來速速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大家都會推它的辣椒醬油 因為它的辣椒醬油是它自己切的那種 手切的辣椒 它不是像那種 你是會買那種整罐的 然後有點像工廠進的那種 雖然它其實本身的那個辣椒 新鮮辣椒那個那個辛辣味 其實還滿夠的 它其實不是死甜的醬油 它其實是微韻有點甘甘的那種 我覺得配小菜搭起來就很好 它的綜合小菜油有很多 它單點的小菜合在一起 我個人其實比較推那個高麗菜捲 因為高麗菜捲 我常常外面的那些捲高麗菜其實會有點過勞 可是它咬起來嫩度還滿夠的 肉捲其實也還不錯 然後其他我覺得正常 我吃一下這個湯啦 這個湯我覺得很可以 飯就比較沒有中我 但我覺得大家可以吃吃看耶 因為我覺得連續四年得 一定有它的原因在 吃完了這間皂丁 我個人非常喜歡它的原汁排骨湯 因為它的原汁排骨湯真的感覺 喝起來很清甜 然後沒有加於過於多的東西 我覺得整個喝起來很清爽之外 它其實湯看起來也很清清的 我自己還滿喜歡的 沾一點它的那個辣椒醬油 我覺得搭起來很讚 然後高麗菜飯其實本身的口感偏軟 因為我比較喜歡粒粒粉米 所以它的高麗菜飯我個人就比較還好 但是它有一點我覺得滿讚的 是因為它吃起來其實很有古早味 然後高麗菜放在菜飯裡面 它還是有它的爽脆程度 它不是整個軟軟 所以我覺得口感上 我覺得就是配菜我就覺得OK 嘿 我們就繼續前往我們的下一間 在逛夜市的時候必備的東西是什麼呢 叔叔會覺得很熱 需要一點飲料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了可不可的晴光店 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 我要一個柚果紅茶跟橙果紅茶 這兩杯都兩分糖 再一個金蜜凝果微糖 然後再一個黑蜜Ole加果芋 點完餐了 我剛剛問過那個點餐的店 問他說新系列 你只能選一杯你會推哪一杯 他就推柚果紅茶 我們來喝一下它的味道 它這個麗春紅茶呢 它的基底是本身就有一點花香味 然後它的文旦柚呢 它其實有帶一點清爽的甜味 再搭配上莓果醬以及檸檬 甜中帶酸的完美比例喝起來非常的清爽 我覺得在這天氣喝非常的適合 下一杯 接下來是我們的橙果紅茶 我們的玻璃習慣很有夢 真真不一樣的味道 它是台灣的柳丁加上莫果乾的橙果的香味 然後呢還有加上莓果醬 所以你喝起來的時候 會有很濃的橙香的味道 最後再把茶香味慢慢的給它帶出來 下一杯 接下來呢這個是金蜜凝果 我剛剛呢問了店員的另外味道 店員好像是店長 我問他說這次新系列 你一定要選一杯你會推哪一杯 他就說他喜歡這一杯是金蜜凝果 我們來 等一下喔 檸檬整顆在裡面 然後再加上蜂蜜本身的甜味去帶它 然後去緩解它的那個酸整個合在一起 濃鮮合度度度好 我跟大家說怕酸的人也可以吃吃看它 因為我覺得它尾韻的那個蜂蜜的甜味 跟檸檬的酸味配合得剛剛好 下一杯 接下來是這個蜂蜜歐咧 我還加了果魚 在裡面 它是鮮奶茶 因為呢熟成紅茶本身的香氣 然後它裡面還有加一個餅香草糖 所以它喝起來的香氣呢 不是一般鮮奶茶的香氣 然後它的果魚吃起來 其實有點像昏貴的口感 我覺得咬起來非常的順口 這一次呢可不可15週年以海棠蛙跟迷彩的概念 將原本的視覺跟LOGO 轉成這種手繪的風格 而且呢還有一個全新的IP角色就是它 它叫做成哥啦 所以大家如果買活動紙杯的時候呢 就可以看到它了唷 這次呢它主打是 Go Wild Go E的主題 概念是 突破跟蜕變 不斷的創新推出新品 大家也要記得來喝15週年 新系列的飲品唷 那就讓我們帶著狂野的心 繼續來去洗牙漆吧 完買完我們的可不可之後 我可以換一個圈 我們接下來的第二間店呢就在這兒 老牌張豬腳 我本人對這間也是略懂略懂 因為我買過它的冷凍禮盒 不知道它店裡面吃起來的味道 究竟是怎麼樣 我們就一起來 買一個中口來吃 好 我們接下來來到的這間是老牌張豬腳 排隊排滿長的 但它其實輪的速度還滿快的 而且我覺得它有一點很棒的地方是 它不能先站位 你就是必須要內用跟外帶就是都一起排 我點了它的那個中腿 然後豬皮 苦豆腐跟它的蛋 我個人其實吃豬腳最喜歡吃那個中口 但它中口買的時候我就點中腿 它這個是實價 然後我點中腿的價格 一次就要一整顆 然後它剛剛是說320塊 提供大家參考 我們來吃看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它的顏色看起來很深耶 哇 它這個豬皮啊 是Q中但帶軟 所以它不是那種很滷的 Q中滷的軟度剛剛好又不會軟 然後它的味道是那種 不是 它是危險 帶一點點的乾 然後重點是我剛剛吃豬皮吃下去之後 我就有覺得我的嘴唇開始了緊密的黏合 我沾一口它的那個旁邊附的辣醬試試看 因為我們外面有那個銀針每邊在裡面都 我剛剛會說你們要不要先外帶 沒有人願意 我跟妳講他們都會後悔 我來吃乳豆腐 好多人吃乳豆腐喔 然後 乳豆腐我覺得還滿推薦大家點的 因為它有乳透 有入味 但是它的中心點也還帶有一點那種 豆腐本身的那種豆香 所以它不是從頭到尾都是乳汁的味道 我覺得這點很加分 就這樣子給它 蓋上去 豬皮握手吃就這樣誕生了 我覺得今天就停在這一家就好了 而且我跟你說 它也是辣椒醬油 然後它辣椒醬油的辣度 跟剛剛的那個原汁的辣度 比起來有稍微低一點點 但我覺得香氣一樣 而且你知道這種類型啊 豬腳它有點帶鹹味的這種 吃著吃著的時候 你再沾一點那個辣椒的醬油 合在一起很完美 你就會又有點味變的感覺 欸我覺得這個我一個人可以吃兩顆耶 吃完沒有老牌張豬椒 我覺得它的醬汁處於 你不要看它醬色很重 但它吃起來的鹹度 鹹不會到很重 它就那種微鹹 然後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不會膩口 然後辣椒醬油一定要配 因為我點的是中腿 我覺得它的中體應該也很好吃 因為我覺得中腿的那個綿密度 那種膠質跟口感我已經覺得很棒 所以中體應該會是最棒 但它今天就是賣完了 不過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如果大家覺得 那價格上如果你是學生有點無法覆蓋 你可以點一下它的豬皮 因為我覺得它豬皮味道也還不錯 唯一小可惜的是 我覺得飯有點軟 但我覺得很值得吃 下一間 這一區鹽山夜市附近 很多人說一定要來吃的 就是這一間老麵店 然後它七點關 所以其實我們拍鹽山夜市的這個時段 它已經關了 但由於它真的很有名 然後我本人也吃過 所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間 這一間呢 它是有號稱有神秘的四種醬合在一起的 麵我比較還好 但是呢我覺得它小菜滿好吃的 大家來可以點它的那個豬尾巴 我覺得滿好吃的 小菜推推 來喔 我們接下來這間叫 其餘新竹米粉 這間很屌 這間應該到凌晨5點 現在來吃的這個時間呢 已經過用餐時間了 客人還是陸陸續續滿多的 然後我點它的招牌米粉湯 點了它的紅椒肉跟雞羹 這個花枝呢 是剛剛我在猶豫要點什麼的時候 老闆娘就說我們花枝很厲害 他講了兩次 我遲遲沒有點的 他就說我們花枝很厲害 我想說嗯 它講了第三名 那我還是點來吃吃看好了 然後跟粉乾 粉乾是純粹 我個人很喜歡吃粉乾水點的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它的這個 新竹米粉 福州丸 它這裡有一顆丸子藏在裡面 白胡椒 它也跟剛剛的那個原汁排骨湯有點像 它也是清甜 但是它的清甜呢 多了一些芹菜的那種甜味 跟一些大骨湯的香氣 但有點不太一樣 加了白胡椒之後 高湯的味道也會提鮮的感覺 我跟你講大家說 在台灣吃小吃 白胡椒真的是很頂 因為我什麼都好愛加 加一點點我就覺得很加分 然後我剛剛來的時候 點餐的時候 有遇到觀眾 他跟我說他這邊可以加湯 它的湯其實我覺得在半夜喝也非常適合 是因為它口味上不會到台中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很heavy 然後呢這個加霧醋 是網路上的人推薦對不對 好 我們來試試看加霧醋會怎麼樣 好 我們先這樣 不要加耶 不要加 我覺得它加胡椒粉最佳分 這個組合其實會讓我想到清粥小菜耶 就你點一碗粥 然後配很多小菜 有點像換味道這樣吃一個吃一個 感覺滿像的 來吃一下紅糟 剛剛老闆娘來說 我先那個三層給你 他說三層的那個口感最好 雞捲 雞捲 我突然想要可以烤一天 你們知道雞捲是用什麼肉做的嗎 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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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豬肉做的 我們之前拍榕樹下也有的雞捲 它是豬肉 好可惜喔 因為我超想吃它的 因為它雖然叫雞捲 可是它裡面其實是包豬肉 來喔 粉乾 我是粉乾愛好者 粉乾的味道我就還不錯 它不會到車位很重 然後咬起來口感也滿嫩的 它的小菜紅糟肉其實我也覺得不錯 就是它口感也是嫩的 不是腦很乾的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切的部分 是三層也有關係 但它這兩個炸物 我覺得吃起來的那個油感有點重 對我個人來說 我個人 我個人 整體吃起來的小菜 我覺得味道就是正常 不過還滿多人推它的小菜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不過它這間的小菜是沒有在那個菜單上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大概多少錢的話 可以邊點邊問 吃完了這間 旗魚新竹米粉 整體吃起來我比較喜歡它的米粉 因為我覺得它的湯頭是我喜歡的類型 而且你加一點點胡加下去提鮮之後 它整個鮮味我覺得還滿剛好的 比較多人推小菜的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 我個人雖然說比較沒有重 但是我覺得它的價格上滿划算 是因為它60塊還滿多盤的 然後紅糟肉其實滿容易吃到很乾的 但是你可以選你要切三層或什麼之類 我覺得這個還滿棒的 粉乾也可以試試看 它花脂其實口感也不錯 只是它 因為我個人對那個炸油 對我來說油味稍微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吃吃看 因為畢竟滿多人推的 我們繼續前往我們的下一間 我們現在呢這一家叫施加湯 我跟大家說連續五年的米其林必補燈超屌 而且它是60年老店 然後因為我們每天之前大學的時候很常來這裡吃 他說他非常的愛這一家的鹹湯圓 然後它這裡其實招牌有兩個 一個是鹹湯圓的那個湯頭還有餛飩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招牌乾麵 你看這個上面還有油蔥酥跟很多的麻醬跟炸醬 哇 好香喔 我媽呀 你們有聞到嗎 還是沒有 我…我在問你們 我問觀眾你們一定聞不到吧 因為我現在拉開之後 它那個炸醬的香氣啊 超炸 它這種扁的麵啊 它咬下去的麵口感本身是有一點Q勁的 它的那個炸醬味道非常的香 它其實跟麻醬融合的比例 我覺得剛剛好是 因為你入口的時候 它的麻醬味道其實香氣還滿夠的 但是其實比較多吃那種炸醬味道 有點蓋住麻醬 它是你咬的時候最後的麻醬的香氣才會上來 所以它吃起來 如果你怕麻醬會膩口的人就可以吃吃看它 因為我覺得它這樣搭起來剛剛好 然後有香氣又不會膩口 嗯 我們來配一下這個湯圓 好大顆 哇 燙… 它的底是冬菜底 然後你又喝得到那個蝦米的甜味 還有芹菜 合在一起剛剛好 它這個鹹湯圓我可以耶 我非常的不喜歡很Q的湯圓 可是它這個的皮啊 是有點Q軟 重點是它有那個 你知道糯米製品那種湯圓製品 不是都會有一個米香的味道 而且還滿濃的 然後咬一咬之後就有點甜味會出來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耶 這應該是我目前吃過 最好吃的鹹湯圓 因為我一直對這類的製品有點不順理解 而且它只有放兩顆我覺得很棒 喜歡這種內臟類的 大腸一定要點大腸頭 夠肥 然後它煮起來如果入味就會夠軟 嗯 味道不會過鹹 乳的有透軟的剛剛好 還帶有一點點口感 然後它用的這個醬啊 嫩漿 我覺得搭起來剛剛好 嗯 最後一口大腸頭 吃完這家湯圓 我跟大家說 因為我本身呢 大家也知道我不喜歡吃Q軟類的 所以我鹹湯圓其實吃了滿多間 我都還沒有吃到就是我個人喜歡 但我覺得這間鹹湯圓滿重的 是因為它的皮看起來 我剛剛咬下去你是不是覺得它皮滿厚的 但是它的口感呢其實還滿好 就是有點軟糯軟糯的 然後它咬著咬的過程中 它會有那個米香出來 味道味好 就是米香那種甘甘的甜味出來之後 它包在裡面的那個肉啊 它其實是有肉汁的 所以你咬著咬著就有肉汁的香 因為有米的香味合在一起 我覺得還滿好喝的 然後它的湯底呢 是我喜歡的那種冬菜 然後有點蝦米的味道 我覺得大家一起一定要撒一點白胡椒 招牌麵我覺得味道也不錯 是因為它其實融合得剛剛好 但是我個人最推的其中一個是它的那個大腸痛 因為我覺得它大腸痛滷得非常剛好 不會過鮮 它口感也好 然後又不是爛 就是還是有一點口感 所以我自己身為一個大腸痛 我覺得很OK 我們要進入我們的天店 我們接下來這間叫做味祥祭 聽說這間呢是本店而且非常的知名 但那我有點好奇是因為其實在寧夏夜市有一間 名字跟這個也差不多 不知道是不是朋友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間呢我在七八年前其實有吃過一次 這間排隊的人非常的多 然後我點它的燒麻糬跟它的那個麥角冰 據說冬天吃燒麻糬夏天吃麥角冰 所以我就覺得很喜歡吃的 我就想說來吃吃看 我們先吃我們的燒麻糬 因為趁它現在還是熱的狀態 要這樣切開 你就是要這樣交叉 把它切小小之後 它就可以每一塊360度四面八方 全部都沾到怎麼了 不是啊 能得看起來廚藝很好耶 這樣子沾360度給它轉一下 它跟剛剛那個吃價是不同路數 剛剛是Q嫩Q嫩 然後這個是軟軟QQ 它的口感跟嚼勁有 但是呢它是屬於那種 一點點嚼勁之後它是咬得開的 我一定要講一下它這個花生粉 很香 而且它咬著咬著 我不知道是它裡面的糖粉 還是它花生粉的碎粒 它咬起來會有滋滋滋 那種烤烤烤的口感 就整個甜跟花生的味道 香氣搭在一起很完美 好 我們來吃一下這個麥角 它這個上面也是燒麻糬 這兩個的麻糬是一樣的 這個我覺得它熱熱的非常好吃 這個它應該原本也是熱 但因為它放在冰上之後 我剛剛是先吃完這個再吃它嘛 所以我會覺得它的那個麻糬 就是有點冰掉 有點冰掉的時候 它的口感會再更扎實一點 我反而比較喜歡分開吃 它沒有不搭 只是我覺得分開吃會更好吃 有點小孩子口味的剉冰 然後它冰粉身的口感 比較稍微比較粗一點點 不過它煉乳的量放很多 吃起來我覺得比較偏像 都是煉乳的味道 旁邊因為會沾到一點點 它那個花生的那種粉跟糖啊 我覺得搭在一起還不錯 我自己滿喜歡的 個人口味的吃法 應該會是燒麻糬 然後把多餘的花生糖粉撒進去 應該會非常好吃我覺得 吃完了我們的味香劑這一間 我跟大家說它的麻糬 我個人覺得口感滿好 就是燒麻糬本身Q軟的剛好 然後個人最愛的是它花生糖粉 因為它花生糖粉香之外 裡面有糖粉咬就口感很好 我覺得超推 然後我們夥伴其實有些人 就是點綜合 他說它芝麻的味道也不錯 所以大家來可以吃吃看這個 麥角冰的部分呢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 因為它的那個 煉乳其實加滿多 所以我自己吃起來 我會覺得那個煉乳冰味道比較重 我覺得有點過於那個麥角的味道 所以我吃起來的味道 我覺得比較偏就是 都是奶奶的味道 然後呢 我們夥伴其實很喜歡 有很喜歡吃冰的 他們其實還滿喜歡 它這一碗的整個口感 然後因為我本身喜歡吃的剉冰 會喜歡它的冰再細一點點 所以這間我個人最推的 會是它的燒麻糬 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來吃吃看 因為每個人口味有點不一樣 OK 我們今天甜點結束 吃完了我們的岩山夜市 這應該算是我第一次認真的逛它 因為我之前來呢 只有直接去吃那個燒麻糬 然後沒有好好的逛過 這其實跟想像中的夜市有點不太一樣 它比較像是很多間店面 然後都有賣吃的聚集成一整條這樣 我今天吃了這幾間下來呢 我都覺得有一定的水準 我只能說老店可以開酒一定有它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今天的高麗菜飯那一間的湯頭 然後那一間湯的話 我建議大家也可以加一點白胡椒 但是因為它口味比較偏清甜類型的 所以如果你是重口味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考慮一下不要吃那一間 另外一個就是老牌醬豬腳 我只能說老牌醬豬腳真的是 身為一個豬腳控吃到它的皮 我覺得整個感覺就是不一樣了 雖然說我沒有吃到我最喜歡的部位 是它的中口 但是沒有關係 它的中腳也是很夾上上的 因為呢它是微鹹又不會膩口 但飯有點軟 有點小可惜我覺得 但我覺得滿值得去吃的 然後還有一間 還有一間我也滿喜歡的 對… 斯嘉賢湯圓 身為一個不愛湯圓類型的人 我覺得那間非常OK 我覺得它的那個湯圓有點神奇 就是它有那個米的甜味 然後咬著咬著 又有裡面鮮肉的那個肉汁的甜味 合在一起 咬一咬就是越咬越香 然後我覺得重點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 我後來結帳要離開之後 然後我就跟女生的店員說 欸 很好吃耶 她就說 可是我記得你不是不喜歡湯圓類的嗎 我就唉唷 她有在看我的影片耶 沙拉黑喔 今天呢 帶著可不可跟著我一起逛鹽三夜市 我覺得吃到好吃的東西又可以解渴 感覺非常的棒 所以大家也要記得去喝喝看他們 15週年新系列的飲品喔 就跟著誠哥一起去喝吧 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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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 掰掰 來 歐亞街 跟大家科普一下 因為呢 這一個區塊呢 它是淡水和乳圓非常的肥沃 所以它這裡其實有非常多稻米相關的製品 所以這裡就會有一個 歐亞街 有沒有看千千的頻道還可以講知識呢 多棒啊 大家記得訂閱喔